薛利亚军事的最后一战已经蓄势待发,日前反对派的最后据点,已经陷入政府军重委,俄罗斯和薛利亚两国宣布将发动总攻,不过美英法试图干涉的传言也不绝于耳,为此,俄罗斯军队一日,巴远在地中海局行冷战,结束依赖最大规模的海上之眼。 俄媒报道着,此次演习旨在为了警告,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要轻举妄动,不得不说,俄罗斯不愧是一个战斗民族,此次包含警告一位的海上军演规模空前盛大,不仅是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也是苏联解体,后,首次在地中海进行联合军演。 据了解,参加此次军事演习,必有34架战机和26艘作战舰艇,还有防空、通信、导弹与火炮设计等多项任务,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军队此次举行海上军演是有计划的。 不过从叙利亚局势,最后一战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美国和俄罗斯纷纷在中东地区摆出叫板姿态,因此可以认为此次军演俄罗斯方面针对美国的意图格外明显。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俄罗斯展开大规模海上军演的时候,据俄媒报道着,美国海军一艘配备有战斧巡航导弹的洛杉矶集合潜艇已经驶入地中海。 此外,美国海军在的东海东部海域,还部署了两艘携带战斧巡航导弹的驱逐舰,分别是卡尔尼号和罗斯号,有消息称,俄罗斯军机在发现美国军舰底进演习近航区域时,毫不客气地派出多架战机直接冲向美舰上空。 虽然美国和俄罗斯都在的东海大秀肌肉,但从目前情形来看,这一局似乎是俄罗斯军队占了上风,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军队此举完全是将计就计。 你敢来我就敢反击,反而顺势将美国军舰当作陪练,把这种情形当作战机进行模拟攻击训练的好时机。 对于这次海上军事演习,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美国还曾在地中海部署了两艘俄亥俄纪和弗吉尼亚集合潜艇,再加上此次的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洛杉矶集合潜艇。 可以说此次军演完全是对美国的地中海行动的强有力反击,由于美国部署的军舰可对叙利亚发起攻击,因此此次军演还包括板前、防御等项目, 似乎美国和俄罗斯的举动变成了一种榜样。 演的英国也开始笑道,据英国媒体报道,一艘英国海军军舰在输往越南的途中,北京中国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以彰显所谓的自由航行。 有专家认为英国的举动将取悦美国,随后,中国依法对几军舰进行查证识别,并予以严肃警告携材去驱离。 说实在的,英国皇家海军前参谋长,于5日就已经承认。 目前,英国海军的军舰数量明显不足,连扇尾都已经保不住了,更无法维护自己的主权。 在如今海军根本不强大的情况下,英国何苦还要效仿美国呢? 订阅,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